到底几时会大选呢 当德界各界开始陶醉在这个话题的时候 一切都会陷入半停滞状态 政治人误护着动员造势 行政运作畏首畏脑 投资者更是采取观望态度 看定局势在下手 不少人就认为 立即英国的国会定期法呢 是其中一个出路 做法就是除非面对不信任动 亦或是议会表决要解散 否则首相呢 不能在国会任期届满前 擅自解散国会 问题在于国家元首有权决定 是否解散国会 如今把主导权交给议会 恐怕会引发军权和议会的矛盾 掀起宪政危机 纵观以往每届大选 选举结束不出三年 坊间就开始揣测 下届大选日期 公民组织和部分议员近期 建议我国落实国会定期法 国会观察员王维新认为 在西敏寺制度这一块 英国是我们的老祖宗 所以采取这限期制度 并非不可行 他解释 在这项法令下 有两种情况 国会能提前解散 第一是通过了对首相的 不信任动议 第二是议员所提出的 解散国会动议 获得三分二支持 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 国会必须在五年任期 结满之后才能解散大选 好处不难猜 目前我国解散国会的主导权 集中在首相手中 国会定期法 除了能够遏制执政党 趁着天时地利人和 突袭反对党来个闪电大选 也能停止全民揣测 减少政商界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对经济体有这个作用 所以投资和这一个股市 如果能够有一个固定的 这一个任期 我想他们相对是比较欢迎的 那么第二 他对国家公务员的运作 也会有一些作用的 因为公务员在一个正体 比较稳定的情况底下 他在自行任务底下 他的考量 他的一些担忧 他的那个不确定性会减低 但是国会定期法 在某些特殊情况 会是走出僵局的绊脚石 英国当年就因为这套机制 在脱欧课题 闹得满城风雨 社会撕裂的情况下 政党之间无法达成共识 所以前置了国会解散的自由 以我国喜来登事件来看 政治评论员郑志健认为 如果是在国会定期法的 存在下发生的 就算当时想还政渔民 重新选举 也可能做不到 那时候如果 我觉得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正常的 正常的民主程序 应该是马哈迪要解散国会 但是如果我们有国会定期法的话 很可能的是 有很多人 有很多政党 会基于利益的理由 或者基于自己本身政党的理由 而去否决掉 首相可以解散国会的 可以劝元首去解散国会 那时候你就弄到一个政府跟瘫痪 是吗 那时候政府就运作不到 另一个难题就是君主的角色和权力 我国宪法阐明 国家元首有权决定是否解散议会 国会定期法某个程度上 是把解散权交给议会 但这可能会形成国会与元首对立的局面 这个就变像就是很像可能要倒反 我们所谓的我们宪法的认知了 对吗 如果有一个时候我给一个 我举例一个提示就是说 在一个时候每个国会议员 大多数都认知要有一个散选 但是元首又不要呢 元首又因为基于什么原因又不要了 可能因为疫情的问题而不要了 and that I put it into English You put 你会把元首放在一个很awkward的position 不过国会定期法下的王权 也有关键角色 那就是未可能出现的议会僵局解套 那么如果一个执政的这个阵营 他的那个势力不足够 那么他没办法通过这两个途径来解散国会 而他推行的东西呢 反对派又对他诸多刁难不愿意支持 他某种程度 某个时候会有一个僵局出现 那么僵局出现的情况底下 你要如何打破呢 就要去到这一个最高元首的这个环节 君主立宪他有一个味道 就是说平时呢 你的这个政党政治呢 你自己去操作 但是当你的这个操作进入到一个僵局的时候呢 君主的这个角色就会进来 我国当前的大选僵局 源自于首相和执政党主席不同人 对解散国会的时间点似乎有不同看法 落实国会定期法的话 解散时间线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或许有助于缓和党内矛盾 巴特空间许文杰万达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